17年前的今天 从北京移民到了这个城市 这一转眼都2020年了 还在这儿住着呢 唉 我在这个城市 真是有太多的故事了 但真想起来 还真没啥挑出来能炫耀的 仔细想想 一件事倒是我觉得挺自豪 那就是学会了做饭 这也是逼出来的 从第一张的烙饼 硬的能奔掉牙 到现在获得波尔饼的称号 这是一多大的飞跃 这些年真不容易 为了这张嘴 这得感谢北美的这些厨师网红 像田园老师 小高姐 韩国的Munchie 英国的Gordon Ramsey 这些都是我经常看的 经常学的 这西餐也不在话下 做一个披萨 或者是意大利面 阿里欧奥利 都不在话下 现在到了这个年纪 两件事其实最重要 健康和饮食 每天跟着Randy教练 练着皮筋操 坐着挖断井 再加上一慢慢悠悠的瑜伽 走上他一万步 哎哟 这忙的必须得退休了 您说是吧 谢谢大家